hello大家好 我是master 疯狂讲运会 今天继续给大家放一场粉丝投稿 因为粉丝投稿在我那压了很多了 放一局 这一把内奸啊 其实有一些控场失误的 正好也可以讲讲他的问题在哪 并不能其实最后赢了也算是可以的吧 并不能说他是特别完美 但是也是可以的 毕竟还是赢了 内奸最后赢嘛 我对内奸的容忍度是真的很高的 所以说你们投点内奸局是真的可以的 内奸要赢的话 最最基本真的给需要一点点运气 因为毕竟你相当于和场上七个人在一块打 啊 开局标准身份 花曼选了被神干净克的 那肯定不是傻 要如果不是傻子的反贼的话 肯定是中了吧 然后这时候西日才 他给西日才赢没问题 然后呢 花曼补了个乐 球稳一下 无所谓 这时候神张辽开局刷的避重牌可能没了 也不知道他刷没刷距离啥的 如果没有的话 这把远位神张辽反贼基本没啥用 拆一个未知身份的也行吧 毕竟西日才的用处不是非常大 然后这时候马军顺后卫 并没有顺神张辽 马军可能也是反贼 神张辽那个拆那一下已经跳反了 但是他顺西日才并不能说错啊 因为他西日才毕竟被截营了 然后马军忙给张良 哎呀 我服了 张良这个武将的话 至尊场不要选出来 太弱了 不要老想能批 娱乐武将就当娱乐武将 不要去至尊场选就行了 然后这个时候 西日才砍了一些进主位的曹职 不会进主位曹职是忠臣吧 咱们看一下啊 这时候张良在因为有马军包养能够动几下 看这方有几个 结果这方的点数并不是很多 那这把的话 他基本是 这什么打法呢 忠臣还是内奸 他 不对呀 曹纯是内奸呀 他开AOE干啥 是觉得马军的血 他是忠臣吗 咱们看看 咱们看看 他是什么身份啊 咱们看 无限一下 然后打了一些戏实材 这个AOE完全没必要开啊 非要开一下AOE 然后咱们看一下 毕竟他选出来张良了 真有可能是一个不会玩的反贼 然后这个时候 神干净没出来 还算是好消息 这时候需要 我如果是内奸的话 我会怎么控 主攻 强势 花卵位置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肯定不会去杀马军 也不会去动神张辽 留好防御 还防止神张辽动你 这个时候我如果是曹纯的话 我会跳一下反贼身份 去杀一些主攻 毕竟主攻血线太高了 而且有个张良很奇怪 先看看张良这个好像是个反贼 但是反贼又上了闪电 又是那个啥 毕竟他无懈了一下马军嘛 看看他怎么打 这时候借刀 借了个古定刀 你干啥 你要干马军吗 这个连环的话 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连主攻 你别觉得主攻六滴血 肯定要往下压的 不要想那个啥 然后这时候运气好 我过到了花曼不舍的扔牌 过到了属性杀 把马军杀了 其实这回合应该留马军一回合 毕竟张良那会跳反了 张良太弱了 看看能不能杀死一个忠臣吧 不过杀死花曼的概率极小 毕竟七张牌 杀死花曼概率极小 然后神章 神干宁还有一堆桃 那这一下就很难受 两个反贼都死了 加一个没用的神章辽 加一个张良没用的反贼 那这把的话 内奸这一刀砍下去 把自己的平衡给砍破了 现在的话就很难打 为啥说这局有点运气的因素 一会你就能知道了 看一看章辽基本是白板 然后神章辽奇葩的抢了个戏战 抢吧 那你自己绷血吧 看看你怎么绷血 两张牌你怎么绷血 这花曼这技能你也是真敢抢 你这一刀的话 可能是不想抢神干宁吗 抢不了神干宁 只能抢花曼吗 毕竟手牌都那么多 这基本就很难打了 然后张良还不会玩 把那个翻面曹植再打回来 真贴心啊 那这局的话 我看不到迎面 运气来了 闪电劈死一个曹植 禁卫曹植选的不好啊 这忠诚 选个其他的 所以主攻够强的话 你选个辅助也行啊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神干宁出来了 张良还有点 张良还有点盾 看看他怎么打吧 两个张良 一个张良 一个张良 这还是不好打 花曼人少的话 看看能不能最后处理掉花曼吧 然后张良死掉了 自己因为抢了个花曼的戏战 把自己搞没了 这时候看看曹淳吧 曹淳的话很难打了 这时候 结盈 这时候主攻没有结盈 曹淳还不错 但是这时候你打 打神干宁 其实有点晚了 神干宁 毕竟是六张牌啊 太多了 这时候其实就是控场的一个问题 但是最后还是赢了 咱们就不说了 我刚刚开局告诉你们如何控场了 要是我的话 会留马军一回合 开局主要的目的就是干花曼 或者说压主攻的血量 然后让马军养养一个人养的白白胖胖的时候 找机会干掉马军 但是这个主视角的想法可能是怕马军不敢养 不敢碰 不敢养马军 也是一种道理吧 就是说马军这种东西不好控的 你可能放他一回合 他下回合之后给你赚点什么加银码 赚点盾 你再也杀不到他了 也行吧 但是连戏士才大可不必 其实他可能主要是戏士才先辅了主攻 一个反贼戏士才先辅了主攻 他可能是说连不连这个 他可能心里想的是连不连这个戏士才 我打主攻戏士才可能也要被我戴死 一样的 这也是这个戏士才的问题 这把反贼的怎么说呢 没有一个正常的人 一个张辽的话 抢了花曼的那个奇怪的技能戏战 张良没啥用 白板 马军忙给张良 戏士才一个反贼先辅神甘宁 不会真的有人反贼 闲那边就辅主攻吧 我以前说过戏士才反贼的话 两种选择 一种的话是什么 一种就是说你辅场上威胁最大的人 第二种就是辅场上对你帮助最大的人 也就是这两种可能性 你不要去闲那边就有时候 我见识很多人都是我戏士才反贼 我先辅一个主攻曹瑞 有人说这样的也可以 我看很多人这么打 这样的不是说严格来说不是错的 但是并不好知道吗 当你选先辅了主攻曹瑞的时候 这类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废了自己一个技能 你不要觉得你的先辅没啥用 你那属于饱和的技能 人家一群人如果你的反贼输出不够 并没有距离 或者并没有距离去打曹瑞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这把会很白 知道吧 而且就是纯白板了 所以说更贴心的话 你即使辅错了一个忠诚 这也是不亏的 就辅错一个威胁最大忠诚 也是不亏的 一群人去打忠诚 那个威胁太大都要去打 即使打不到 他血量也没有像主攻那么强 咱们继续往下看 这把的话说的说的运气不错 终于把那个张良和花曼都打死了 花曼自己当时有问题 这时候看神干净两张杀 能不能杀死曹纯吧 没有过到两张杀 毕竟他只能摸三张牌 运气也不咋地 正常来说排队160张牌 44张杀 也就是说过四张牌 才有可能摸着一张杀 所以说没过到两张杀的概率是应该的 这把赢了 虽说运气 但是赢的也不错了 谢谢大家